哎 哎 叔 如果我没分析错的话 你刚才说那个头颜值都不高 是不是好像在说我呀 哎呀 叔刚才您在门口呢 不好意思 没关键 超啊 怎么戴上眼镜呢 一直就近视 之前是戴隐形眼镜 这不上回跟顺风哥来您店里帮忙 您给我倒了一杯热水 当时热气一熏呢 我这两个隐形眼镜 都不小心掉茶缸里了 啊 赶紧捞着了呀 是啊 我回身拿个筷子打算捞 再一看 您把水给喝了 哎 没事 叔 不能让您陪啊 叔 您别担心 亲一遍去 你什么 刚才给谁打电话呢 叔 您咋还打成这事呢 掉我胃口 是不是谈对象了 叔 您都跟我妈搞那像了 就不行 我有个爱情了 再说嘞 您肯定了解一个男人 对爱情的渴望 你解释了 记住 以后在你妈面前多说点钱书的好话 您放心吧 哎 钱书 那我女朋友您的 你放心 他一到 我马上给他做很多好吃的 哎呀 太好了呀 叔啊 我今天让他来 还真不是来吃饭的 我主要想让您帮我把把关 把什么关 您要是看得顺眼了 那我妈那边不也就同意了吗 我看顺眼了 那你妈也不一定同意啊 您看顺眼了 肯定同意 因为我觉得 您看女人的眼光特别准 要不然不能一眼刀上我妈 这不是跟你吹呀 啊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那我是最有发言 对 孩子 看女人好不好 不能光看外表 一定要看内在 懂吗 老板 买单 哎 好 哎 哥 您这个是 不用找了 干啥不用找啊 对吧 不是 不是 哥 你 钱不够 哎 哎 哎 先给他计算帐回头一起算呗 您给我详细说说这个内在这个事 我跟你说 就是刚才发生的一幕 我坐地铁回来 地铁今天人特别多 可是在地铁里就坐着那么一个漂亮的女孩 那叫一个好看 但是在他对面站着一个老人 这老人从背后一看 没有脖子没有腰 浑身上下都是彪 足有二百多斤重 在那站着那腿我看到直打晃 可是呢 这小女孩呢 愣是不给这老人让坐 那老者跟他说的 姑娘 你起来 让我坐一会吧 那女孩说的 这是我的坐 我凭什么让你坐呀 那老者说的 姑娘 我求求你了 我有点站不住了 姑娘说 你站不住跟我有关系吗 哎 这是我的坐 我就不让你坐咋的 那老头就说的 姑娘 我求你 我给你跪下来行不行 那小姑娘说的 不行 跪下也不好使 这是我的坐 哎 我就不给你让咋的 哎呀 你说说 气人不气人 太气人了 您说这个 这说明什么 啥 说明这个年轻的小孩不懂得尊老爱幼 对 一点都不孝道 是不是 你说像这样的女孩长得再漂亮 咱敢要吗 您放心 这样的绝对不要 但我跟你说 我对象不仅长得好看 心特别的好 一会儿您见着就知道了 您就先给您提前剧透一下 这是他刚发的那个自拍 您瞅瞅 哎呀 吼 五官挺清秀 双眼皮 还是瓜子脸 俩酒屋 看怎么有点眼熟 像哪个明星呢 这不就刚才在地铁里 我看了不给老人让座的小姑娘吗 不是 不能吧 这多可爱啊 可气 可爱 可气 可爱 可气 叔啊 您这啥皮 您这呀 摔手机干啥呀 您这皮你得改呀 您 不是 叔 是不是您看错了呀 我怎么能看错呢 哎 正好 我录了一段小视频 您 您看看是不是这小姑娘 我看 看看是不是她 是不是她 不能吧 这多可爱啊 可气 可爱 可气 可爱 可 可气死我了 叔 你咋不拽了呀 我听你的 我这脾气实际上得改一改 哎呀 气死我了 不是说 保其中这有误会 误会什么误会 你是不了解当时那种情景 啊 当时呢 看 你看那小样吧 那小脸白的跟个瓷盘子 那眼睫毛忽杀忽杀 跟个门帘子 那两只眼的滴油烂撞 跟个四起丸子 不是 叔叔叔 背后说人不好 背后人不好 什么背后人说人不好 别说背后 当面我也敢说 当谁的面啊 我当你 呀 什么时候接了个大伙人呢 是我 我对象杨阳 天儿 这就是你的爷爷吧 爷爷 爷爷好 爷爷好 爷爷爷爷爷 你真好 不是我爷爷 不是 大哥 大哥 大哥好 大哥好 大哥大哥你真老 什么大哥呀 什么爷爷呀 什么背人跟着 我告诉你 我是小超他妈妈的男朋友 哎 这么说 您就是有跟小超未来的爸爸吗 爸爸 爸爸 天天天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是不是属兔的 怎么样 你猜得那么准呢 没错 我就是属虎的 你是挺虎的 不是你 芽儿这以后是咱们爸爸 你不能这样说 别这么说 担当不起 我未来可能会成为你的爸爸 不可能成为他的爸爸 这样的女儿 我可不敢要 没事 我走了 叔啊 抱不齐声误会您别这样 误会什么误会 我问问他 对对对 芽儿咱坐下来坐一聊 请问你今天是怎么过来的呀 坐地铁呀 对什么 叔 现在节能环保低碳都坐地铁 多吃苦耐劳 嗯 地铁挤不挤 挤 那地铁车厢啊 满满的全是人呢 辛苦了 宝贝儿 没事 那你是挤过来的呗 嗯 我有座人 你瞧真正面 真是 哎 哎 你夸的有点糟透 哎 不是我看您怎么那么眼熟啊 不是不是我刚才在地铁上 好像见过您 嗯 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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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我刚才看着那个人 个儿有这么高啊 没错 打我上了地铁呢 人多挤一点 我两只脚从来这麽爱过地去 川儿 过来一下 哎 哎 我告诉你啊 这老头可不是啥好人 怎么了 刚才他在地铁上偷拍我 啊 快点跟咱妈说一下 让他注意点啊 哎 不能吧 保不齐那钱叔玩斗地主 正好这镜头冲着你的 你咋玩斗地主还开闪光灯啊 王渣特效啊 小儿 过来 哎 对 为了你妈的晚年幸福 是 我觉得你们两个不应该在一起 啊 但是考虑到你的感受 嗯 啊 我再考验考验她 如果她能及时改谢归正的话 我愿意再给她一次机会 沙儿 过来一下 为了咱妈的晚年幸福 我不同意她们俩在一起 嗯 如果考虑到咱妈的感受 我可以再考验考验她 如果她可以悬崖勒马 我还是愿意再给她一次机会的 你俩说话都一模一样了 你俩别有血缘关系吧 什么 我跟她有血缘关系 瞎说我多高她多高 什么 我跟她有血缘关系 说出来你们大家信吗 你们爱信不信 反正我不信 哎 那个孩子 我不管你的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 作为长者 我应该告诉你 一个年轻人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比如在地铁上用手机偷拍一个年轻的女孩 就是不应该做的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这位爷爷 叔叔 叔叔 你偷拍我的目的是什么 是什么 我就想把它发到网上去 让很多的人更多的人看到 一个不给老人让座的小女孩长成啥样 谁不给老人让座了 你 是那个老人非要让给我做的 那个老人长得 大圆脑袋 水桶腰 高风亮节 品格高 那叫一个可爱 可不像我些叔叔 让人那么无奈 听见哦 听见 我 给我来碗嘎啦汤 来碗啥 嘎啦汤 嘎啦汤没有 给你来碗鸡吧 我是啥都我喝气就能饱啊 大爷 哎呀姑娘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这是我亲家开的店 哎呀 超啊 咱妈的男朋友咋不是他呢 我一看这大爷 就特别特别的亲切 而且 你不觉得你俩长得还挺像的吗 哎呀 别别别 咱先不说这个像不像的事 我问你 刚才你是不是在地铁上 你在那站着 你对面坐了一个女孩 是不是他 他不给你让座 是不是他 你咋知道呢 哎大爷大爷 麻烦您帮我跟这个爷爷解释解释吧 他那个座位确实是我让给他的 那我就不明白了 他这么年轻 你算是这么老 你凭啥给他让座呀 你听我跟你说 我呀 我是打起点上的车 我一上车吧 那车上就有座 然后你比方说现在你就是我 你上车 你就坐这儿了 随后 我刚坐下 后边就上了一个老大娘 这老大娘长得特别慈祥 挨着我吧 她就坐下了 坐着坐着吧 这个大娘可能岁数大了好困 她的脑袋就靠在我肩膀上 靠着靠着吧 一击领 她就躲着 过一会儿吧 她又靠过来了 一击领 她又躲着了 然后又靠过来了 这回没击领 她打着鼓励了 然后吧 她也不知道梦着啥呢 她就冲着我笑 笑得可甜了 你学着了这么恶心 然后她这只手啊 就摟在我的肩膀上 亲家 如果你遇到了这种情况 你会怎么办 摟塌呀 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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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说你当时肯定是这么干的 我能那么干吗 你拿我当什么人了 我就只好在这忍着 我忍着 一抬头一看我 我忍不住了 为什么 满车厢的人 人手一个手机对着我 你说这要是哪个人 吃饱了撑着 他的小视频 发到网上去让我老伴看见 我下半辈子浑身是嘴 我都解释不清啊 大爷 我还怎么吃饱了撑着这个 哎 庆姐你说有这种人没 不可能有这种吃饱撑着没事干的人 闲着啊 干啥不好 干嘛拍这玩意 对不对 对了 你怕拍 那你起来 我起来 我没跟你说话 我就坐在这个座 这旁边就是那个铁栏杆 我要你起来 那大娘脑袋 那就得出大事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姑娘过来了 我说姑娘 你坐这儿吧 哎 大爷 您坐吧 哎呀 你坐吧 哎 大爷 我坐着您站着不合适 哎呀 我求求你 就把你这个肩膀 接着给大娘靠一下啊 大爷 咋的 你还非得我跪下求你啊 大爷 就咱们这个场景啊 被某些人给偷拍了 谁这么吃饱了撑的 哎 贤叔啊 跟您说这事儿一样 但是动作全对 内容全错呀 我就先误会吧 哦 闹了半天 是这么回事啊 不是 你个 那个 我当时离他们 距离有四五米远 我光看着动作和口型了 我听不见他们说什么 闹了半天 你们两个都是在做好事 哎呀 姑娘 看来叔叔是误会你了 给你道歉 对不起了 哎呦 叔叔 您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把手机的视频 删了就行 啊 这可不能删 万一别人也拍视频了 发网上去 我可以拿这个视频 给你证明 你以为别人也像你 这么吃饱了撑着呢 谁吃饱了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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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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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您看现在 误会解开了 那小阳您这一关 是不是就过了 啥叫过了 哎 打这孩子一进门 我就觉得这孩子 淳朴 可爱 挺挺玉利 婀娜多姿 啊 我就想着 这孩子要是我亲闺女 就该有多好啊 嗨 可惜我没那命啊 哎呀 没事 你什么 哎 孩子 叔想问你一个题外的话 您说 你说你长成这样 啊 他长成那样 叔您哪头那样 不是 考验 考验 啊 对 你说你看上他什么了 我看上超胖胖的 哈哈哈哈 现在女孩都喜欢瘦瘦的 她跟别人女孩不一样 喜欢胖胖的 为什么 对呀 这男孩子胖胖的 多可爱呀 而且笑起来还萌萌的 超 给叔笑一个 哈哈哈哈 超 你每次一笑 我整个人都要融化了 他那一笑 我怎么感觉那么可怕啊 你怎么亲家 你呢 我没敢看 啊 不是 孩子 啊 小超那眼神也特别不好啊 我就喜欢眼神不好的呀 啊 我们俩上街 我都不让他戴眼镜 满大街的美女 他全看不见 他只能看见我一个人 小超啊 叔问你 你眼睛多少度 600 超 咱们再努力努力 争取凑个整 涨到1000度 好 那根本啥也看不见了就是 谁说看不见呢 来 超 咱们给他们证明一下 什么叫心有灵犀一点通 嗯 来 抱一个 眼儿 哎哎哎哎哎哎呀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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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眼神我也是醉了 来 赶紧 带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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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前叔您没事了 抱我干啥 你呢 前叔啊 跟您说句实话吧 其实啊 我最喜欢超的 就是他善良 朴实 心眼好 不良习惯特别少 孩子 你这算说到点上了 哎 超完 说 告诉前叔 嗯 你喜欢他什么 漂亮 大方 心地善良 关键是孝顺 他孝顺起我妈来 我看着都嫉妒啊 听见了 原来对你这个爹也测不了 而且啊 他多才多艺 唱歌特别的好听 他的歌声 绝对是声音清脆 绕梁三日 贼好听啊 哎哎哎哎 给叔叔大爷唱一首我最拿手的歌吧 带给你鼓掌 哈哈 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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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这就是天生的一对啊 清凉 赶紧走吧 干啥去 你不想多活几年吗 哎呀 哎呀 我这 十二 这是我刚才唱的好 不好听啊 这是我听的最好听的歌声 那你说叔叔喜不喜欢听啊 你问问他们 叔叔 人呢 啊 我前书人心特别细 估计去花店买花要给你献花 走 上花店 干啥 再给他们唱五遍 对 不听完 谁也别想走 非常棒 Kide 是 apoy 就娱乐了 对